各位透過直播收看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智欣 我是波帝洪漢族的組長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洪水來襲災害重現 我們可以從過去的一些歷史資料裡面知道 其實我們的洪水會發生在一些河道裡面 也許是堤防段的沖刷破壞 也許是都會區的一些淹水降降雨 然後造成的一些淹水 然後或者是在山區有一些洪水的爆發 然後產生的一些災害等等 那我們在今年的一個研究裡面 就把這些東西做了一個匯整 我把它包裝成叫做洪水來襲 那我們嘗試著用模擬的技術 讓這些災害可以重現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一個 我們做的有關洪水沖刷 有關河道分析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採用的研究示範的地區是在台中 包括大安溪流域跟大甲溪流域 主要的是在大安溪流域的水尾堤防段 那水尾堤防段的這一端是在濁蘭到溪流域的這一段 那整個部分其實我們模擬的範圍 其實是從橡皮開始 到了整個出海口的部分 這都是我們模擬範圍 那另外一段的是在大甲溪流域有關 會風舟堤防的這一段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怎麼做的這一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整個模擬的河道長度達到了48公里 就是剛剛從橡皮的這一段到了河口的這一段 另外其中有10公里的這一段 我們做了一些比較高解析度的一個河床的分析 那包括從濁蘭到溪里這一段 總共長度有10公里 我們利用在枯水期的時間 利用無人機去飛一飛 然後現在無人機很方便 這樣子把整個三圍的地形的數值建起來 包括河床裡面的河道 哪裡有深潮的這個部分都可以很明顯的做紀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子的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到什麼樣的趨勢 第一個你看到右上角這一張 右上角這一張就是所謂的高解析度的河床數值的高層地形 那你可以看得到在這裡面哪一個地方是深潮主流 都可以透過這個看得很清楚 那這樣子之後你看到我們主畫面的這個分析的結果 它是一個流速的呈現 你在流速的呈現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以2017年泥沙颱風的資料來分析 那在這個地方水尾堤防這一段 那我們用了2017泥沙跟2018的馬利亞颱風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在這個河床掏刷的深度 從模擬的跟實測都有相關的一個接近 其實這樣看起來是相當的良好 那同時你也可以看得到在這河道裡面 開始有看得到一些變狀的部分 那這些部分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高解析度的一個河床的資料 所以就可以看到這些變狀流的一個流路的發展 那有這樣高解析度跟沒有這樣高解析度 到底的差別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這一張是高解析度的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整個水流的深度的一個分布 那左手邊這一張其實就是沒有 那它其實用的就是水利鼠的河川斷面 也許每100公尺或每500公尺一個斷面 那做到的一個河床的模型 那相對來講你可以看到左右兩張的比較的差異 那另外我剛剛提到 我們也做了大甲溪風舟提段的一個河床沖刷的模擬的結果 那從這個資料裡面你可以看到到 我們從蘇利颱風跟泥沙颱風的資料來比較 從模擬值跟實際沖刷的深度來看 也其實都有一個相當好的一個分析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知道都會區裡面遭遇的強降雨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最近幾年也因為都會區的一個數值的資料比較完整 包括下水道等等 那我們也把六個都會區都來做這樣的分析 那分析的內容包括了台北有市中心區 有大直內溝 雙溪至關渡 玉城至大坑 然後新北市的三重 蘆洲 中和 永和 板橋 五谷 泰山 新莊 烏來等等 其實涵蓋了主要的一個都會區 那包括桃園的南坎 新街老街 台中的烏溪大甲 台南的鹽水溪 高雄的愛河 鳳山溪等等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六都裡面 用的一個主要都會區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怎麼樣做這個資料呢 首先我們建置了SOPEC的淹水模組 那你可以看到我用台北市這張為例 那這個一個密密麻麻的資料裡面 它包括了組合道 驅排 然後雨水下水道 自洪池 抽水站 橋樑 閘門等等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完整豐富的資料 才能做到這樣子的一個強降雨的分析 那因為強降雨它考慮的主要是 雨水下水道排水的能力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完整的雨水下水道的資料 那以台北市這樣為例 那包括雨水下水道的資料 然後人孔的資料其實都是有完整的 所以才能做到這個分析 那我們採用的是序律馬可夫的一個雨型 然後也許1小時跟3小時的一個雨型的分布 那我們用的雨量是每小時80 90到100 那看看在這都會區到底哪一些地方 會是比較容易淹水的 然後在這個淹水模擬之前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驗證 這是採用的是2019年7月22號豪雨事件 在台北公館跟大安森林地區的一個驗證 你可以看到在左手邊的畫面裡面 開始陸陸續續在降雨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局部地區的淹水 那我們把這些淹水的資料匯整起來 在右手邊的這個地圖上 然後再根據實際上 當時有傳出來的一些災害的照片 你可以看得到原來這些災害 這些淹水的過程是都可以模擬出來的 那這樣子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 我們做了六都 那我舉了兩個部分來跟大家做點說明 第一個是台北市 台北市剛剛的基隆路的這一段 其實就是淹水前市比較高的 這是在每小時下100毫米的一個情況下 另外這是在高雄市一小時下90 你可以看到靈雅區 在市中心的這個地方 它有一些淹水淺市比較高的位置 那甚至在澄清湖的左邊的這個地方 有一些比較高的淹水淺市 那第三個部分我們來分享一下 就是有關山區洪水液淹的一個模式建立 那我們研究區域是在烏來 那為什麼選擇烏來這個地方 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蘇迪勒颱風在這個地方 大家如果有點印象在烏來老街 其實整個被淹掉了 那整個被淹掉的時候 如果我們想要到山區裡面 去做這樣的一個淹水磨泥的一個過程 我們缺什麼資料 第一個我們缺的是河道地形的資料 那我一開始像我們在大甲溪大安溪的部分 我們就自己去建了這個資料 當然我們一樣可以到山區裡面 來建這樣的資料 那尤其是山區 因為它的蜿蜒程度非常的複雜 你不太可能利用河川每100公尺 每500公尺的斷面資料來做 那我們都透過無人機的方式 來做這樣的一個 河道斷面的一個建制 那你可以看得到我們從桂山壩開始 然後往上游到1公里左右的烏來老街 然後沿著南四溪再往更上游 在瀑布區的地方大約2.2公里的資料 全部是由無人機建人 那烏來老街在沿著統後溪 到更裡面大約5.4公里左右的一個地區 那這些地區其實就是利用無人機的一個攝影的技術 然後建立起細緻的一個河川資料 那同時我也透過了RTK的即時動態定位 把這些資料定位在很精準的一個位置上 那我就可以來做什麼樣的事情 第一個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模擬 那我利用山區降雨網格的資料 然後在整個集水區的降雨的分布的情況 其實你是可以知道的 然後在這個情況裡面 我就可以做到淨流的推估 我們也透過這些淨流的校驗 然後知道說這個校驗的流程 其實跟我過去的一些資料來比較相當的不錯 那這樣的不錯之後 我們開始真正來做的是山洪分析的部分 那透過水動力的模式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整個山洪爆發 然後到整個一煙可能一煙烏來老街的一個情況 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整個研究的結果 那包括第一個就是我們把整個山區河道的部分 用無人機建立一個高解析度的一個數值模式 那我們也同時利用 莫拉克颱風的一個資料 那莫拉克颱風的資料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隨著時間在走 那莫拉克颱風的當時的一個水位上升下降 那我們知道莫拉克颱風那一次是沒有 水是沒有液淹過整個烏來的街道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沒有超過二級或一級的警戒 那為什麼沒有用蘇迪勒 其實因為蘇迪勒颱風的時候 那些水位側站都毀掉了 所以我們沒有用蘇迪勒颱風的驗證 那如果在這個地區我們用一圍或二圍或三圍的方式 來看這樣的一個評估的速度來看 其實你用一圍的速度來做的非常的快 那如果用二圍平面的方式 你大約四分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模擬未來24小時的一個結果 那如果真正做到很完整的三圍的分析的話 也許他十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做到未來24小時的一個水位的變化分析 那這個部分就是剛剛企劃組組長有提到 我們去年獲得了2019年未來科技展的一個最佳人氣技術獎 那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技術其實已經非常算是 在這個地區非常的成熟 那我們也透過這樣的無人機的資料 然後透過Google的地圖 然後的呈現方式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KMG的檔案其實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你接了我們的KMG檔案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整個烏來街區 可能受到一些淹水情況的一個提醒 那同時這個資料也在我們中心的挖取系統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以上就是整個波蒂洪漢組在我們這個過程裡面的一些努力 那感謝各組的資源也謝謝波蒂洪漢組同仁的努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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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